另外,警方抓了三個集鐵工人,案發前天早上7點半左右,三個屆44至51歲,涉嫌襲擊他人和刑事恐嚇被捕, 有人准以500元保釋外出,下個月初再到警署報道,警方指三個人涉嫌在土光環的地盤外面襲擊他人,一個公投輕傷雙縣。